師兄留下來的 老伴留下的手推車是洪琼蘭做環保的涼拌 每天晚上都來巡樓 從幾樓巡到幾樓 我這裡是巡到六樓 那邊是巡到十八樓 從我八樓巡到十八樓 人家就說她是在賺錢 我說沒有 她是在布施 看到窮男師姐這樣 一個個子這麼小力氣又要用那麼大 那這邊的人力確實也 也需要來陪伴她 好 謝謝 反正就說給我說有環保 我就不怕眼了 我都常常說在吃飯的時候 她給我打說來打電話 我都會把碗放下來 我去接環保 玩回來再吃飯 這是她寫的她做的 做環保 處處都有過世老伴 葉友德的痕跡 廈門慈濟志工葉友德 年輕時放蕩不羈 中年後腦溢血開爐 又罹患口腔癌 病痛中覺醒走入慈濟 環保做得比誰都情 進來慈濟之後呢 把煙酒都借了 整個的狀態 然後跟以前完全性情 尤其是性格上面 有很大的轉變 我要探訓病友 整體健康 找周邊的 醫護會的周邊的環保 還有什麼帶東西 去年元宵節 葉友德病逝 享受60歲 最放不下的 依然是環保 快要往生的時候 那段時間 她已經吃不下去了 她一直給她女兒說 我帶你進去慈濟 你還要接上 給你老公給帶進來 因為我爸在走之前 她有說 她最放不下心的是 她的環保 她就說 她度我度我先生 就有這麼一個動力在 然後也讓我接受這個環保 然後我們就 一開始不知道從哪裡下手 可是沒想到 我們越做越歡喜 越做越經濟 要接引很多人 家人接續醫院 還接引街頭巷尾 從原本的環保孤君 如今環保成君 把最深的想念 化為始於足下的環保行 一切如約而至 把摯愛活在了餘生裡